可以了,手机就先上 先上 你先上 你先上个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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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林手费站逼迫司机捡垃圾桶后续 缓整视频曝光 制服男一次神经有问题 根据监控画面显示 当时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坐在店里面吃饭 没多久大车司机就走了进来 从一进门制服男就全程钉的司机 司机先是朝后处喊了一声 但没人应答 随后便问制服男老板去哪里了 对方告诉他吃着呢 司机误以为他就是老板 随即点了一份炒面 不知制服男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突然对司机说 年轻人啊 我们这站受可蒙拐骗的人不少 你没看见我穿的制服啊 司机明显愣了一下 就在这时 老板从后逐出来了 询问司机吃点什么 司机说来份场面 本来事情到这也没什么 毕竟司机并没有理会制服男 可对方不知哪来的邪火 突然站起身将他的面倒进了垃圾桶 还要求司机用手去垃圾桶里面捡着吃 态度十分恶劣 这个时候司机还是没有理会他 自顾自的看着手机 但制服男人不依不饶 继续追问司机是哪的人 那有一副袍根问底的架势 这时候司机有些不耐烦了 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制服男彻底爆发 制服男不停止问司机 为什么跟他抢着吃 司机委屈地表示我吃什么了 没想到制服男更生气了 一手掐住司机的脖子大声呵斥 你在狡辩什么 并且满嘴的脏话 司机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反击 就在事态愈演愈烈的时候 老板上前进行劝阻 但两人并没有停止骂战 拉扯中制服男拿起桌上的水杯 泼向司机 司机也不甘示弱 抄起身后的扫把就想砸过去 幸好被老板制止了 但两人还是拉扯到了门外 由于超出视频画面 两人究竟又没有动手 我们不得而知 但无论是从两人的对话 还是从视频画面来看 司机都很无辜 反倒是这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 火发的毫无缘由 就像是喝醉酒发酒疯一样 而且有记者采访便老板 老板也表示是制服男长势在先 司机一直都在隐忍 最后实在忍不了了才爆发的 据悉 该名制服男是鱼河收费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视频发酵以后迅速引发大量围观 大家一致谴责制服男 认为他是在仗势欺人 拿着鸡毛当令件 很快 当地官方就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通告称涉事制服男已被停止检查 后续会进一步调查处理 但网友们却并不买账 认为通告写得太敷衍 处罚太轻既没有将事情的来龙去慢写清楚 也没有披露制服男的身份信息 他在收费站究竟是什么角色 为何要如此为难一个大车司机 而且仅做停止处罚实在太轻 应该开除永不录用 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评论取创所预言 我们下期再见